大家好,我是Dan 虽然大部分都是没有证据的假爆料 也因为散播虚假谣民运毁损 被法院订罪罚款过 但是就是因为什么人都敢得罪的风格 很快就吸引了非常多的粉丝们 金银的YouTube频道也突破了66万多的订阅 但是在前几天 这位天不怕地不怕的记者忘红 突然在自己的YouTube频道哭着对观众们说 要中断一阵子活动 到底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跟这个事件有关 我们马上来看看 8月17号金银打开了直播宣布停止活动 为了抓怪物们 结果自己变成了怪物 对这样的自己感到羞耻 目前我缠上了很多诉讼 在很多部分都越线了 我会反省 然后哭了好几分钟 因为他之前常常说过 自己绝对无法原谅 一人犯错后就哭着道歉 这种卖感情的事情 结果现在 所以网友们都觉得非常傻眼 那么天不怕地不怕的这位 为什么突然会这样呢? 这是有两个原因的 最近他在Rumsaro 就是那种可以喝酒唱歌叫小姐 也能带小姐出去的地方 他在那里的影片被曝光了 在影片中 金银我对Madame说了 自己来这种酒店 已经有了15年的经历 女人长得丑的话 最起码要有诚意 反正就是为了不想付酒钱 说了一大堆的废话 最终没付酒钱带小姐出去了 啊对了 金银我是有一个老婆 一个女儿的一个人 然后第二个原因 就是与在2020年9月 结束自己生命的女演员 无一年有关 2011年 在府上国际电影节 以性感的服装 引起非常多关注的新人演员 Oi Nei 在电影节结束后 金银我以采访为理由接近了Oi Nei 因为当时Oi Nei是新人演员 所以非常渴望记者们的一句报道 来为自己提高知名度 而金银我多次帮Oi Nei写了独家报道 就这样渐渐的两个人发展成恋人关系了 但是刚才也说过 他是有老婆孩子的一个人 金银我跟Oi Nei交往了7年多 而金银我也常常带Oi Nei到各个酒席 让自己的爱人陪别的高层们喝酒 之后对Oi Nei慢慢失去兴趣的金银我 就将自己的爱人介绍给了后备律师赫王 两个人在一起一年左右后 Oi Nei想要与赫王结婚 但是因为赫王已经知道了Oi Nei与金银我的关系 所以也对他说了 你不就有个身体造成了Oi Nei洗不掉的创伤 然后因为Oi Nei在极端选择之前 在IG留下很悲惨要报复等的留言后 tag了赫王 所以金银我就马上取笑追踪了赫王的IG 连续爆料了很多其他艺人们的八卦后 展移了大众们的视线 不是什么怪不怪物 反不反省 是怕会出现有关Oi Nei新的爆料 所以才会急忙逃跑吧 那么爆料艺人的私生活 嘲笑他们 结果自己的私生活更肮脏 好傻眼 金银我涉垃圾 Oi Nei好可怜 根本就是把Oi Nei当成玩具而已 所以Oi Nei是被你害死的 只知道用嘴在拉屎 他不喜欢的艺人就跟写小说一样的擅自想象 当成是事实一样的强力批判 真心像个神经病一样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在他的YouTube频道下 还是有很多留言相信他支持他的网友们 真的很像是教主一样 在华语圈也有用嘴挖石 哦不是这样随便造谣的名人吗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本集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